登不点不亮 话不讲不明 欢迎收看讲亮话 商网先锋呢 谈的正在我们这个做生意啊 或者在这商业的这个行为上面 有些权益呢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般的法律 有比更大的不同 对 不过今天要聊的 好像跟我们周边生活 又有息息相关了 赶快来欢迎这个商法先锋的主讲人 松丰律师事务所的王松丰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含的是一个租房子的问题 是一位住在Los Angeles Kim问道 他说律师你好 本人跟租房子的户主 就是房东有一些摩擦 那双方其实都没有实质的证据来证明 彼此说的是事实 但是现在呢 房东扣了他的押金不肯还钱 请问有没有什么法律程序 可以帮助我的 是有的 这个有时候出租房子的话 尤其是这个争论性没有太大的话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万块以下的话 出租房子跟房东有纠纷 最多的时候就会去小型法院 对 这个小型法院他的就是说 必须不需要走正式的法律程序 不需要请律师 那就是说但是你的那一个 商这个金钱必须在一万块以下 OK 金额就积攒 好 那如果我今天可能不想去小型法院 我可以怎么办 我找个律师帮我写封信给我的房东 或者我可以做点什么 可以有点帮助的 对 我们会先很想说到底是为什么不高兴 所以我会说这个跟房东的不高兴在哪里 房东他在法律上面要把这个 你的押金给扣留起来的话 对不对 他必须在你离开 停止出租的时候 21天以内 必须要让你知道说他为什么要把你这些给扣起来 所以房东他是有权利给你扣 但他要扣起来 他必须要跟你讲为什么会扣 所以这是房东需要做到的事情 那你身为一个房客的话 对不对 你万一不高兴 你的房东为什么会扣起来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们会给房客的建议就是说 在你搬进去的时候 你要照相 照很多相 在你离开的时候 你也要照很多相 因为你不要说 房东说你把这个用得很脏 但是你搬出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搬出去的时候 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换 这房东就是说什么 超乎破了 强迫了 对对对 所以有照片的证据 这是法官会第一个问的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照片 你们有没有证据 这样子 不需要是书面上面的证据 有时候这照片是非常重要的 好 听说尤其在加州 这个好像法律比较偏袒所谓的房客 是有这种说法 要看哪个county 是跟county有关 对对对 以我们的经验对不对 就是说洛杉矶county 是比较偏袒房客 但是orange county 是比较偏袒房东 真的 这个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服务是 驱逐恶房客 对对对 就感觉好像说这个房东的问题 通常会觉得头比较痛 这个偏袒的意志 移到你的经验来讲 大概是哪方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会天坦的地方 以我个人经验的话 对不对 意思是说在orange county的法院 OK 就是法官 当然也要看法官 还是以我经过很多经验的话 对不对 就是说法官就是 房东不需要讲什么 是等于是房客要来辩护 这样子 但是反而是在洛杉矶的话 对不对 是房 房客不需要讲什么 法官会先问房东说 你为什么把人家的钱给扣下来 但是在洛杉矶 在orange county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为什么觉得 他不该扣 对对对 为什么要不该扣 这样子 OK 因为今天当然讲到 这个房客也讲房东 盛道邦也帮房东问一问 就刚刚讲到了 如果我今天这个房客真的不好 我真的不想再租给他 他又不搬走 常常会碰到这种事情 OK 那能怎么办 或者说 报警吗 对 报警的话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警察会说 这是民事上面的问题 他在里面做不 非法的事情 非法的事情 或是打你这样子 那这时候是可以报警的 但是有时候这种话 就是要起诉你的房客 然后就是赶他走 这样子 那起诉房客的话 有很多理由 好比说不 不付 不房租 或者说在里面做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 你要 你不让他续约 有些真的很大的时候 就是说续约的时候 房客不想走 房东不想把房子给收回来 对 这样子 这就是说 但是因为合约是 合约是照合约的 对不对 他你不续约 他就必须要走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就是赖了不走 对 我也不付房租 对 那怎么办 可不可以断水断电 不可以 不可以 那真的该怎么办 你就是要 必须要 就是 initiate 叫做unlawful detainer 就是要赶出房客 驱逐力 驱逐力 对 那个就是想法 警察就可以去搬他 真的就可以了 真的就可以搬他了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好 另外也听到就是说 我在租房子 像您刚讲到 房子要拍照 有些人 我住了 我可能 要适合我居住 我就花了很多钱 重新油漆粉刷 换地毯什么的 对 可是我如果搬走的话 我要还原 房东有没有 权利说你要过 全部拆掉 有 因为这个就是看 当初合约怎么写的 因为假如是说 当初合约 尤其是这种 民宅 就是民宿 不是commercial的话 不是商业的话 对不对 要做任何改变的 大改变的时候 对不对 好比说要 骑墙 或者是要做什么 你要改变的话 对不对 合约一定都会写说 预计得到 房东的 房东的同意 这样子 那就是说 那房东那时候 然后房东同意的时候 对不对 房东可以说 OK你要搬走的时候 不要动 或者你要搬走的时候 复原 复原 这样子 那就是很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都跟房东询问过 然后得到他的同意 对 那应该在我真的要搬走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对 那有时候 房客也要知道说 他当一个房东看你装潢很好看的时候 他想把这些东西全部 收回来 他就不租给你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 好 可是这个 这个因为这是 您刚才讲 这是什么民用住宅嘛 刚好 其实商业的 这个好像就不一样 就是说 你今天 租店面 租店面 你投资东西 你要走的是不能搬走的 是不能搬走的 刚好相反 尤其是有个法律名叫做fixture 就是说 你钉在墙 就是说跟着在这边的 就是建筑物钉在墙上的 你就不能搬走 除非是说 房东同意你搬走 对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客人的话 就是说 开餐馆的 他们不知道说 我这个walk-in fridge 这么大的冰箱 是不是fixture 就不能搬走 这时候就要看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说 你当初进来的时候有没有 你当初放这个冰箱的时候 房东知不知道 那当初你放这个时候 这时候你有没有跟房东讲说 这个不是fixture 这样子 万一是的话 那就很难搬了 不过那是很贵的冰箱 那这万一是个洗手的水槽的话 对不对 那当然你就是不要给人家的plumbing 都用坏 这样 OK 所以真的 这个要小心 私人住宅跟商业的 都完全就不一样 对 所以在这边也谢谢律师 提供这么好的资讯 我觉得尤其我们很多新移民来这边 初来乍到真的不晓得 这边是游戏规则是如何 但还以为都一样 看到那个猪约洋洋茶都英文 就签了吧 只看数字 其他都不看 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除了今天我们对您所分享之外 有任何类似情况 或者在商业 或者是一些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些疑难杂症 都可以投入到新法日报 我们王方忠律师会为您做解答 谢谢 谢谢 。 , 謝謝